狼人啊 你话有玩了吧 你话有进来了吧 后来 你一直都当主持人吗 你没有进来玩吗 当主持人后来当得挺爽的 哦是哦 因为等于说你开天眼啊 你说富宇蛮厉害的 对富宇富宇 富宇好厉害 他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就猜人猜得好准 哦是哦 好准 他他不是原家 然后猜人猜超准 对对对对 蛮厉害的 但是但是富宇当狼人就 富宇当狼人 唯一当狼人一把 就被弟弟第一把揪出来了 哦是哦 对对对 对对 被弟弟第一晚上就验对了 然后弟弟就超兴奋 弟弟连续两天晚上验对人 结果弟弟 那个他们那一局还输了 因为弟弟 因为弟弟 说说那个 弟弟很明显他是预言家吗 没有 弟弟就很明显 他是预言家 然后他说悠悠是好人 他没有说那个 楚祥是坏人 不是楚祥 那个 东华 东华是坏人 然后就是转一圈死了之后 他们就是把关头指向了官爷 官爷是女巫的身份 哦 因为那个弟弟是最后一个发言的 他们都是觉得 官爷有点像杀手 但是这个时候 弟弟一定要跳出来说说 我验的两个都得 富宇已经被投死了 然后再投死那个谁就赢了 弟弟没说好 然后他们把关也吐死了 哦 了解 笑 笑